各位网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10月10号 是武昌起义的日子 推翻满清的武昌起义 也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 我们继续听老普读书 本来呢应该继续读晚年周恩来 但是呢书被我丢在了办公室 忘记拿回来了 正好呢就开篇呢 读野夫的长篇小说国振 有一个腰封上所说的是 叫历十七年台北国际书展 大奖得主野夫首部长篇剧作 然后呢有这个易中天先生 有杨渡先生的序 另外呢还有野夫自己的序 我想呢就就先把他的序呢 把这三篇序文读一下 大概呢需要四十分钟左右 需要四十分钟左右 然后呢把它发出去 也就算是一个一个预热吧 也就是为了一个预热 长篇小说国振 然后呢这个 前面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说法一点点 他叫仅以本书 敬献给我出生成长的那个小镇 我在那里度过的少年时光 我所见证的特殊岁月和奇特人事 构建了我的一生三观 并决定了我的终身选择 必须感谢荷兰国家文学基金会 给了我起心动念 开始这部小说的机缘 感谢在这最艰难漫长的七年里 给了我支持鼓励和陪护的 至爱亲朋及各路艺人 感恩冥冥中的神 给了我健康时间和安全 让我得以完成生命中 这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是野夫写的 下面呢是一中天先生 为野夫这本书写的序 题目叫心心念念是江湖 野夫国阵序 朕应该是宋代开始有的 宋是商品经济繁荣的时代 上至皇亲国戚 中至官吏军头 下至市井小民 无不热衷此道 城镇里甚至出现了 类似于证券交易所的机构 只不过买进卖出的是 杜碟和延钞 鲁智深能够出家 原因就在于此 市场的样子也变了 汉唐两代的市场都设在城中 与居民区隔开 居民区叫房 商业区叫市 都有围墙 晚上还要关门 宋却从东京汴梁开始 纷纷破墙开店 面向大街营业 从此有了门市部 也有了夜市 灯红酒绿 通宵达旦 但即便如此 仍不够用 于是又有了镇 镇因商业而行 所以又有市镇的说法 区别则在规模 大体千户以下为市 以上为镇 但不论市与镇 多半都在交通便利之处 这才能够成为商品的集散地 货物的中转债 三教九流的谋生之所 以及工商税的提供之处 所以宋人高成的定义便是 民聚不成县 而有磕睡者 民聚不成县 而有睡磕者 则被镇 声音有大小 镇也一样 明清的河南朱仙镇 湖北汉口镇 广东佛山镇 和江西景德镇 便无不街道纵横 百货云集 盛极一时 堪比现在的北上广深 但这样的名镇 只是特例 真正的镇 是介于城乡之间的聚落 比城市小 比村庄大 秀珍一点的 也许只有一条石板路 两边是木板门的店铺 工所大约是有的 但不重要 农田或者也有 同样不重要 镇上的居民 主要是生意人和手艺人 如此聚落近于江湖 江湖就是远离庙堂的地方 原本叫江海 庄子就说 身在江海之上 心存乎未缺之下 奈何 不过南北朝以后 归隐就叫顿记江湖了 范仲淹便说 居庙堂之高 则幽其民 处江湖之远 则幽其君 分得清楚了呢 江湖不是庙堂 毋庸置疑 但并非所有远离庙堂的地方 都是江湖 农村就不是 农民也不是想要远离 而是根本就够不着 同样 顿记江湖之上 也不等于就是江湖中人 江湖不是用来住的 而是用来走的 江湖上行走多年 是好汉和侠客们的口头禅 走才是江湖本色 由此可见 最早的江湖中人 一定是流动人口 或自由职业者 比如外出懒活的工匠 到处卖畅的艺人 游走四方的郎众等等 堪称五花八门 他们既不耕读为本 也不诗书传家 甚至居无定所 因此在农业社会和宗法社会 是被边缘化的 边缘化就意味着不受保护 既不受皇权的保护 也不受宗族的保护 也因此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然而在地质时代和传统社会 个体永远是卑微和弱小的 哪怕天下无敌的剑客 又因此边缘人必须在王法和宗法的管理之外 用无形的方式组织起隐形的社会 以保证自己艰难的生存 这个隐形的社会就叫江湖 江湖的最高法则是义 同时也是核心价值 正如王法的核心是中 宗法的核心是孝 中校虽然为传统社会普遍认同 但作为自由人或者个体户 各得其所知隐形联合体 江湖需要更有约束力 同时又更有弹性的不成文契约 而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只有义 义是一个含糊其词的概念 却不等于是空洞的 恰恰相反 它往往表现为具体而微的约定俗成 比如说 由于江湖中人全靠本身吃饭 就连职业乞丐也得有门手艺 甚至结活 因此偷艺和呛行便是不易 这些规矩虽然并非成文法 然而所有的违反者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所以江湖中人义自当先 甚至以道义为担当 即便不能行侠仗义 至少也得有情有义 必须死守的底线 则是绝不能背信弃义 江湖义气 维系江湖 野夫笔下的国阵便是这样 这所以如此 是因为基于县城和乡村之间的阵 正好枉法不管 宗法不问 又往往恰到好处的 集中了360行的自由职业者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没有血缘关系 为了生存来到这里 就像游牧民族选择了定居 毕竟朕比农村自由 又比城市更有人情味 还比游走四方安全 于是这些义不压身的个体户 或自由人 木匠 石匠 剃头匠 蛇医 牙医 老中医 以及种种不入流的 闲杂人等 便心照不宣的 形成了命运共同体 或者松散的联盟 情义和礼数 则是其无形的纽带 一旦崩坏 则镇将不镇 镇与江湖的关系 或许如此 实际上 当一个镇变得就像江湖时 他们便可以不走了 因为走江湖 无非为了谋生和自由 前者是多数 后者是少数 而自由的追求 永无止境 因此 仍然会有人走下去 说到底 这件事 其实与职业无关 甚至 也与行动无关 一个追求自由 而又重情 重情重义的人 不管身处何方 心中 都永远 会有江湖 会有镇 那是一种理想 2020年5月28日 与江南某镇 这个呢 是易中天先生 为野夫作品 国振 所写的 所写的一篇序 那么大家同时可以看的 就是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这个呢 是王学泰先生的作品 我也正在读 我也正在读 用这个作品 来领会易中天先生的 这篇序言 应该有帮助 第二篇序呢 是台湾学者杨渡先生 所写的 野夫的第五奇书 这是他的序言 杨渡呢 我也认识 这个我们在北京呢 曾经大概见过两面 见过两面 他呢 还有一部著作呢 叫做 有温度的台湾史 是一个著名的学者 也是野夫的朋友 野夫的第五奇书 杨渡 诗性文体 读野夫长篇小说 国振 总让我想起 水浒传 西游记 红楼梦 三国演义 这中国说部传统中 并列为四大奇书的经典 而我 愿将野夫此书 列为当代的 第五奇书 此书之籍 可以从文体 小说艺术 人性刻画 三个层面 来谈 虽然 有不少人评论过 野夫的作品 然我以为 野夫最特别之处 在文体 1960年代 陈映珍 刚发表 卖摊 我的弟弟 康雄 等小说的时候 引起 白先勇的注意 他曾经形容 他一来 就有文体家的气势 文章中 有一种 很特殊的感性 2009年度 首度 看见 野夫 江上的母亲 一书时 我便是 这样的感觉 野夫的文体 自成风格 会写现代诗 也会写 旧体诗词的他 能够使用 古典文学的 典养 精确的文字 来呈现 现代性的 敏锐感受 散文中 实时流露出 附笔星 诸种手法 交错运用 形成绵密 而深沉的 诗性文体 这种写作风格 使他的文字 精确如金石 笔风 抒情 如诗词 思想 深沉 如史家 且能刻画 极其矛盾 而复杂的人性 成为感性的力量 是以称之为 文体家 当之无愧 放眼当今文台 能有这样的功利者 以属 凤毛麟角 举例一证 江上的母亲 母亲 失踪十年纪的 开头 便是 比利万军 这是一篇 迎怀于心 而又一直 不敢动笔的文章 是心中绷得太紧 以至于 怕轻轻一辅 就轰然断裂的 闲思 却又恍若 巨石在喉 耿耿于 无数个 不眠之夜 在黑暗中 撕心裂肺 似乎只需 默默一念 便足以砸碎我 寄命尘世 这一点 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 飞霜的时节了 秋水生凉 寒气渐沉 整整十年了 身继北国的我 仍是不敢重回 那一段 冰冷的水域 不敢 也不欲去想象 我头江失踪的母亲 至今 仍朴实于 哪一片月光下 此种诗性文体 贯穿了野夫的散文集 与小说 江上的母亲一书 2010年 辅一出版 便得到台北国际书展 年度好书大奖 这还是大陆作家 首度荣获此讲 此书中写得最复杂 而深沉的 乃是作为湖北八人后代的他 所刻画的绅士 以及因绅士而显现的 百年巨变下的生民面貌 特别是在政治的操弄下 人性的扭曲 如组织后的命运 变形 如图改 毁家济世 互相伤害 如童年的恐惧与仇恨 残忍邪恶 如残忍教育等 所有命运的悲剧 逐一显现在 外婆 大伯 妖叔 瞎子哥等人的身上 他的特殊的身世与文体 结合他所刻画的人物 形成一种 沉郁 雄魂的交响曲 江上的母亲之后 也夫陆续出版 看不见的江湖 活着为了见证 等书 其内容 已从市区的故人 转而刻画着当代人物 那些活灵活现的 当代江湖 他们可能是 乡野传奇 如拥有 巫术传统的端工 流浪民间的艺人 埋名深山的高人 那些看似随意几笔 如素描般的人物写作 却呈现出 一个完全不同于 外界所认识的中国 我称之为 野夫的民间江湖 当许多人 为中国大陆 忧心不已的时候 我却总是在 野夫的文字里 看见一个 恒常的 不变的 古老的 民间中国 那是 无论政治怎么折磨 庙堂 要怎么改朝换代 都还 维持在 人心中的 江湖道义 那里的人 还保存着 最根本的人情义理 人之所以为人 那个恒常的价值 还是未改变 每当对世界 对人性 感到灰心的时候 我往往想起 和野夫 流浪各地时 所遇见的朋友 和他笔下的中国人 我仍愿意相信 这世界 无论怎么变 在茫茫世界 茫茫人间 在冷酷 动土之上 总还存着 最根本的人情义理 前百年之后 即使朝代 再怎么更迭 人性中 那温润的 一点点根苗 依旧会 萌芽 重生 其实野夫笔下的人物 是那样沉郁 那样踏向悲剧 但他所流露的信念 以及追求的价值 反而更为鲜明 如果说 野夫是一个文体家 一如白贤勇 所描绘的 陈应真 那么 野夫作为文体家的背后 所既已支撑起来的 物宁更是他的思想 他的信念 以及他在民间中国 所找到的 那个恒常之心 第二节是小说艺术 第一节叫诗性文体 第二节呢 是小说艺术 以这三本散文集所描写的 人物之丰富 性格与面貌之鲜明 足以让野夫的散文 自成一格 然而在国阵里 把亲戚所有的写作的能力 所有刻画人物的绝活 全部拼上了 用金庸的话说 一甲子功力 尽在此处 有人形容 杨德昌电影里的人物 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的身世 即使出境不多的人 也因为有身世的设定 面貌鲜明 让人难忘 野夫的国阵 亦然出现的二三十个主要人物 每一个都有各自的身世 每个人的身世 形成了他的心性 他的人格特质 他的优缺点 最终那些人物的 人性中的善与恶 光明与黑暗 交错功法 形成时代的大悲剧 但要刻画 这样多种面貌的人物 上次镇长 知识分子 落魄埋名乡野的女子 化身剃头师傅的前民国军官 参加过刨歌会的江湖子弟 色欲横行的官员等等 夏至高中生的少男少女 朦胧的青春情态 乃至于叫花子舌衣 粗鄙的石匠 卖银的妓女 赚黑钱买卖人口的媒婆 承袭八人传统的感诗人 这种种社会上的不同阶层 三教九流 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传统 要用不同的文字来叙述 才能符合其性格 对由写作经验的人来说 绝对是极度艰难的考验 有些作家写起人物 无论黑道白道高官流氓 都带着文青腔 那就是缺乏这种能耐所致 如果不是野夫曾在草根底层生活过 如果不是他九命怪猫般的 多次经历死劫而幸存下来 如果不是他对民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度浸润 如果不是他流浪江湖 混迹各个社会阶层 如果不是他对底层生活的体验 并且深度观察了各色各样的人物 了解其性格与容貌 恐怕不会有如今他那多彩 而丰富的写作彩笔 以至于写剃头师傅 自有一套剃头行业的江湖老规矩 写刨哥 便有刨哥的历史 敬重道义的文化内涵 写民国将军逃难 而落下了一对母女 便有与那历史若和伏结的性格描写 文化底润 每个人的身世都在大历史的镜子里 可以找到各自的印象 以及那背后深沉的脉络 而每个人的面貌又是如此鲜明 分毫不差的成为他自己 于是在国阵里 我们可以看见他以为 他以极为粗粒色欲的文字 刻画张实将如何强奸 那个黑心坑了他的老媒婆 而老媒婆又自暗喜 那种黑吃黑的奸情与恨意 也可以看见他以极其深情的文字 刻画段妈妈的慈悲的恒久的爱心 或者以典养优美的文字 刻画少女水暗阴 那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心 从小说艺术来看 此书的人物刻画非常成功 每个人的形貌清晰 性格鲜明 身世独特 绝不重复 以至于我不禁想起水浒传 那108条好汉 每个好汉都自成一格 而野夫在此书中的功力 也不遑多让 将一个小镇的人物 有如写作一个国族的诸种人物般铺陈开来 让他们的命运交汇 文体来自新兴 应该说也只有野夫 这流浪民间的人 这漂泊半生的心 这历尽浩难的 这历尽劫难的生命 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小说 他不止找回中国说部的叙事 叙述传统 那种民间风貌的鲜明与活力 而且创造出 更且创造出 一种诗性文体的小说艺术 第三节叫国族预言 然而野夫的文字 并不纯粹是写实的 更多时候作为诗人的他的文字 往往写实中深欲隐喻 场景里暗含象征 那正是诗性文体才会有的手笔 这种手笔在此书中不声美举 可以留在未来的文论家 去慢慢评说 一如有人可以细说红楼一样 为事此说不虚 在此先举个例子 写文革前夕 国阵的群蛇乱舞那一段 简直像极了时代的预言 蛇们在拙波中交臂接踵的优美扭动 只有水被无数次切割的声音 目瞪口呆的人们汗毛倒树 在这无声的挑衅下终于忍无可忍 遂频繁出动 手指竹竿朝水面乱打 不时有死蛇翻出白肚被挑上岸 然而蛇们不惊不避也不上岸攻击 依旧蜿蜒舞蹈 前伏后继的集体驱赶向死 人蛇之阵 不应该是人对蛇的屠杀 持续到黄昏 蛇的数量似乎仍旧不减 河岸上尸横遍野 血水使小河泛滥出霞光的灿烂 倦怠且潜驴继穷的镇人们毛骨悚然 束手无策之际 终于阴云堆积 闷雷从天边滚来如蒙面客的马车 一场暴雨洗净了现场 当人们回到各自的彩廊上避雨 再看时 蛇上一蛇巨无 事无蛇踪 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 而只是经历了一场相满的噩梦 朱教花绝对目睹了这场暴乱 镇人们看见他非常稀罕的 独自在雨中的河岸窃窃漫步 他看着摔草丛中伤残死亡的蛇 污染泪下 这些他熟悉的生灵 甚至是他赖以为生的生灵 就这样在夏天无辜被击毙 他口中念念有词 谁也不知道是在哭丧还是在诅咒 他心有七七决定夜里去拜访一下许久未见的秦端宫 一切都复归平静的当夜 惊魂未定的人们开始预感到时代的劫难将至 这一段其实是写文革爆发之前 此文看似以蛇之狂舞向死 描写大难将至 文革来临前的天象 然而这岂止是一种描述而已 那些蛇族难道不是多次政治运动中 人们却不经不避也不上岸攻击 依旧蜿蜒无倒 前赴后继的被集体驱赶向死的象征吗 那惊心动魄的死亡 何尝不是大历史的隐喻 从文学的寓意来看 野夫的野心或许正是要以一个边远的小镇 国镇来象征国足的大历史 然而我愿称谕此书为第五奇书 乌宁是他对人性的刻画 还记得野夫写作之初 我有幸先赌为快 看到骑手的群蛇狂舞这一段 忍不住机长叫好 当我知道他即将写作的是文革 更明白了这是一部长篇的开头 未来便会是转世的经典 然而我也知道我也深知文革难写 写过的故事太多了 内容面向丰富 但主题所现往往离不开政治迫害 政治斗争 如果走入旧路那就可惜了 而文革是如此复杂而多面 特别是我最好奇者 是什么样的政治运动足以动员出 人性中最极端的恶 使人互相伤害 互相杀伐 至死不休 那时要多大的恐惧与仇恨 多大的忌怨 才能爆发出来呢 为什么文革可以一息之间 激发出人性之恶 仅仅是用领袖的指示 上层的政治斗争 民间的内部矛盾 各地派系的冲突等等 都不足以解释那全中国各地 全面卷动起来的狂乱 仇恨 武斗 死亡 那是多么复杂的人心与人性啊 我以此寻置于野夫 他沉静的深思着说 我想写的便是那深层的人性与人心 构成为一个小镇所应有的人物 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自己的名语案的欲望 爱恨 私心 品德 真诚 等等 本来这些小奸 小恶 私欲 私心 并不至于构成对社会的影响力 甚至在成平时代 他们并不足以影响到任何人 然而一旦政治运动来临 人性中的小奸小恶 私心私欲 乃至恶的本性 便成为一个巨大的动力 用政治驱动起来 成为足以致命的闸刀 人性之恶是相击相当的 像一个可怕的螺旋 欲旋欲紧 直到所有人都在恶之轮回里 几乎是忘情般的互相仇杀 扭曲致死 而即使是善的力量 要出来改变局势 保护善良 也几乎是不可能 耶稣在这一本书里 对人性的明与暗 几乎有一种鲁迅式的绝望感 然而也正是这样 他最终仍显示出 世间本无所为路 走的人多了便成其为路 他鲁迅式的渺茫的希望 于是在最绝望的时刻 他让善良的生命 以绝对的善意 克服了仇根 留下了那最后的希望 独知眷委 我忍不住眼眷长叹 也夫啊 也夫 你终究要以民间江湖的道义 与人性的善良 去克服那绝望的深渊 政治的寒业 即使那希望如此渺茫 却抵死相信 至此无悔 至此 我终于明白 也夫要写的不只是文革 不只是一个时代的新史 而是望向未来 国阵往事 因此不是往事 而是未来的预言 也夫留下什么样的未来预言呢 我相信读者一定可以在他的诗性文体中 找到自己的答案 这是杨渡兄为也夫所写的序 也夫的第五期书 其实呢 这个也夫的另一本书呢 就是甲午飘灵济世 里面写2014年我们出世的那个会 也写到了我 那个实际上我记得我刚出来不久 他呢跟我视频通话 还看我手上戴的这个手环 是吧 这个是缓行开始执行以后 他跟我询问呢 当时呢 我在里面所经历的一切 非常认真 但是呢 我问了他 他没有录音 可惜他没有帮我录音 那时候是我的记忆最鲜活的时候 那么现在呢 是有几页 还有几页 就是自序 尚未结局的往事 这是也夫自己写的 一 这样吧 我这个尚未结局的往事 留着下一节再读 那么这个 今天读国阵呢 就只读了 易中天的序 和这个 和这个谁 和阳渡的序 那么下一节呢 下一段呢 我们读野夫的自序 野夫的自序呢 大概用十分钟就能读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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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